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6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要讲十座诀与答疑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今天是2月6号 新年气氛还是蛮浓厚的 很多人都还在休假中 我也跟大家拜个年 五年行大运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我们今天的课程 还是以十座为主 我们请莉莉来主持 2022年2月6日 十座教学与答疑 一 手法点评 就有这个注释 我们下官 出费 初衛 大手 接着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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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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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我看起来还算蛮流畅 他还有带进拳头这样 这个跟我们正确的影片 虽然有差距 我也认为可以 只要能够把姜粉泥涂均匀 热源能进去 最重要在涂的过程中 让患者很舒服 这几个感受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刚开始学的话 要把这些念到比较熟练 我觉得还是以基金会放的影片 现在标准的这个比较好学 而且这个动作确定 已经在很多患者身上用过 而且都很舒服 我们是不是也把基金会 按推的影片 涂姜粉泥的影片 放给大家看一下 2.重病患者 涂抹江粉泥 重病患者 涂抹江粉泥 重病患者 在涂抹江粉泥之前 要先把床温暖 中尾 中尾也要有电热器温暖房间 姜粉泥最好现做现用 不要太烫 也不可太凉 保持姜粉泥温温热热的 不要太干 太干不好涂抹开来 患者会觉得不舒服 也不能太稀 太稀会有水水的感觉 患者没有贴腹感 也不太舒服 重病患者涂抹江粉泥的动作 一定要柔和 贴腹 但也要稍稍有点力道 感谢观看 摸到差不多快干的时候 力道稍微轻柔 把姜粉泥搓干爽就可以 整个涂抹过程动作不要太快 抹干爽后可以用吹风机 可以更干爽温热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有些患者只搓一遍就觉得热 有些要搓两遍或者三遍才觉得热 不过我们都要以患者能接受舒服 最重要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第一个影片 就是他们在10座传到基金会 我觉得这个影片 我说也不错 所有的一切做法都是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 重病患者处理上如果以基金会放的影片是最安全的 前头法如果要用这样推涂姜本领 也是可以记得前头就像影片 我发现他们手的前头还是蛮柔软的 记得不能握食拳 不能硬邦邦的 有压迫让患者感觉不舒服 这些动作是需要必然的 香港这一次他们的涂姜本泥 我觉得涂得还蛮不错 还可以 在重病患者我还是比较推荐 以基金会这样 它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一般重病都可以用 直接也容易学 有这几个特色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第一个影片要这样涂 我也觉得也是OK的 涂姜本泥这个动作很重要 尤其在临床上 我遇过很多重病患者 譬如来已经体力很虚弱 走路都有一点磁房无力 甚至有一点怕人 脸色也不好看 一看就知道 哇是很严重的病人 这时候要考量的就是 涂姜本泥 涂姜本泥第一个 刚刚影片完整的影片就是 周围环境要把它弄热一点 温热一点 甚至背部 可能要用眼红外线啊 或一些电热器把它烘温暖 再来以温温的姜本泥来涂 这几个细节大家在做的时候 如果都能做到 一般涂完背部 我看过很多重病患者 涂完他就已经觉得很舒服了 这时候再来加强手法也可以 那有些如果像在家要做保养 甚至处理的人 他手法不行 不行的话 也可以用刚刚涂姜本泥的方式 在涂的过程中 尤其脊椎两侧 稍微用顽骨的力量 稍微用一点力量 再把它涂均匀一点 这样来回多涂膜几遍 脊椎两侧 就可以感觉温暖舒服 甚至热就可以透进去 在临床上很多重病患者 背部他其实轻轻一按就很痛 那时候你要解症 你手法也不能按大力 用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救很多危急重病患者 而不需要说 哎呀我手法不行 一定要去找 是不是比较专业的志工 学得比较久来帮我按推 紧急的时候也不必要 你就这样在家里先试试看 热炎很可能就在你 这样简单的几个动作 慢慢渗透到脊椎两侧进去 他的症状很可能在当下 就能够得到好几层的舒缓 患者常常说哎呀 涂完我的病已经好了一半 有五分啦 我们希望说这些看似简单 其实在临床上是可以大用 尤其重病患者 以热源为主更是很重要 好这个涂姜粉梨的影片 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以食指指尖去测试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 枕骨下沿的位置 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对过来 然后再来枕骨下沿交汇处 就叫枕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枕骨下沿 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 为终点 容易犯错的 就是操作者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个容易犯错就是工具的使用 当你要放到耳后这一点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事 应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然后掌心向内 结果有些操作者 他自己手就偏掉了 可能偏这里 也可能偏这一边 这样都不是掌心向内 这样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掌心一定要向内 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得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变成怎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应该是 你容易撕立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第一个弓箭部 轻触 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肘对肩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做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怎么样 不用到这里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他事实上他只是轻轻地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你也觉得不稳 所以他这里有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他头不会放来放弃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翘太高 翘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 头就会对着肘了 所以他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 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肘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肘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斜 如果你看 这一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不能变 好 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出来 食指的工具 它的拿法 这是正确的 也就是 拇指跟中指 按在食指的终结 中间这里 一般会拿错事 都想把它顶得更深 然后这两指就会拿到底下来 那以为这样长才能挖身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正确拿法还是这样 拿错了会影响到它的稳定度 也就是你拿太下面 这个会摇晃 所以务必 以拿到食指的中指结 然后拇指跟中指 夹紧食指的中指结 这样就稳固了 那一般耳后原始点 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 临床上还有人 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 半根食指长 这个位置 好 那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直接顶进去 顶进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按推身 身体稍微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力量就已经进去了 力量都不是出在这里 而是以身体去调节它的身前 所以如果这样就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一直往前 我也感觉得到 这时候食指已经顶到底部了 那按下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靠前头摆动 那前头的摆动 就是这样 大家在看我前头不准 好像有一点旋转 但实际上 我下面是直线的 然后以前头摆动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样患者反而会舒服 速度也不一定要强调很快 十字法的按推方法 也不是这样握着紧紧的 它一定是稍微虚虚的 然后这个才灵活 所以你握出力了 这里就变蛮力了 你握十前了 这里就硬邦邦 然后你硬邦邦 也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那第二个是 大部分都是用蛮力 也就是前头不动 它就这样 就开始这样来回 这种力量一定是蛮力 那也有人 就用手腕再这样 手腕不对的 它事实上是前头在动 然后前头带着手腕 而不是故意 用手腕来扭动 所以直接顶进去之后前头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不要打太直 这样也是蛮力 一般都有微微的弯曲 这一点也注意 那有些人手腕 这样好像斜斜的进去也错 它事实上是要垂直的进去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得 是垂直的这样顶进去 然后踩向钟摆 这样就能够按推到蛮深层 那另外我们再来按推另外一侧 用手倾触着头 一般会倾触会错误 有些人会摸到这里 这是错的 我们要为了要固定 还是轻轻放着 然后放着之后 拇指把耳垂翻开 翻开之后用食指去测试 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这个第一点 工具拿好 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 身体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都已经下垂下去了 我的手是这样 这样下去 而不是这样 这样就按推错了 是有一点点这样 好 那垂直下去之后 好 前头向钟摆来回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头部按推的方法 现在我比较强调 还是站姿会比坐姿好 也比较扎实 视频上 大家应该要学不难 多看几遍 也不用担心学不好 如果是在自己手没办法 有一开始念没有办法这样小径 要记住几个点 第一个 手不要握 握紧 握得很紧 我说 比如食指工具 你第一个 你拇指跟 中指 把它夹紧 其实夹紧那个力量不是很大 扣住就好 我应该 用扣住或许会 让大家不要误解 扣住 前头 是松松的 顶进去还有一点弹性 你真的要按深层 是用身体的力量 稍微往前往下压 是来自于这样的力量 而非手臂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做到很深层 再来 推的时候 来回均匀按推的时候 那个是用前头摆动 刚刚视频也不断强调 如果这几个药像 能够做到 一般头部原始点 是可以做得很好 话又说回来 真的到了重病患者 如果他已经很虚了 你硬帮帮的按推 他特别怕痛 这时候你 不改进你的手法的话 患者是不大愿意 而且会怕你 按久了也不一定能解证 甚至还会消耗热能 学修法记得不要用蛮力 一定要用身体的力量 让患者感觉有一点点痛 患者又能承受 这样来把拳头来回摆动 才可以把头部的体伤解决 整部下颜也都有示范 我就不再多说 头部的原始点 我就讲到这里 四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 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 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我们这个从肩膀下来 上背部这三点 一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位置 位置一般我发现 大家都会揉得比较下面一点 那事实上它第一点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膀对过去 然后跟颈椎直线下来 它两个点的交汇处 那这一点有一点要滑下去 那我们推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个顶上来 然后这样直直下来 这一点刚好是 如果没有揉到 很多人是直接就跳过这一点 就直接在这里上面 一开始站 就是以弓箭部身体往前 绝对不要往这样 这样身体容易塌 在转的时候容易塌变形 比如说你这样斜的 身体它就可能 你如果站这样 那腰就容易这样转 向它变形 那所以你一开始 你是站这样直的 靠过去往前 那这样第一点就出来了 好同样这一边也是 它靠过来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向背部 第一个它身体是往前面的 而不是站这样 很多人下来 它就这样下去了 那事实上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我们的道理都一样 我们都是往前的 所以它两脚都是平直的 这样站 那这一手扶着 掌心一样向上 但同样跟整骨一样 不能翘高 不能翘高 翘高你这里虽然90度 那你身体就要往后 往后 轴就会对头 事实上 轴还是要对胸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放下去 放到比头低 放到比头低 那你这里超过90度 因为它碰到头 所以不能直直的 所以一定要往外 它往外 就是要稍微往下 这样就能做出来 一般志工揉脊椎 站是最重要 那第一个要 与肩同宽 也就是第一脚站在肩膀 这里平行下来 第二脚站在 踩骨上沿 这一对过来 所以这样的姿势 就是与肩同宽 只要一张开 就不容易做出来 那另外还会犯错的 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站的位置 离床太远了 正确的位置 是你对过来 就是床沿这样下来 刚好对到你的指尖 一般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揉对侧 绝对没问题 有些人比我更高 他觉得好像 揉同侧 他就会有压力 可以退后一点 这个没关系 如果这样 我以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这样来做 直接脚一定要微蹲 那这样就靠过来 整个身体要靠过来 而不是只有身体靠过来 臀部不靠 这样不行 整个要移过来 好 那姿势就变这样 这是揉对侧 如果揉同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要揉身 你只要把这个腿扳开 往外翻 而不能内扒 这样是没有力的 一定是往外撑开 那这样往外撑开就可以进去 好 那一般揉错的大部分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一开始就站这样 然后这个位置要揉对侧 很显然会很吃力 他会身体就会变这样 然后脚就没办法蹲了 他就站这样 死死的 他整个身体看起来就平平的 那这个一定是用蛮力 一定用手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揉 你看得出来 他手就非常用力 就变成这样 这样在揉 那正确一定要 如果揉对侧 一定要站到这样 距离差了 你看这样 你的手就自然变轻柔了 就没有那种 要想出力的那种感觉了 那这样患者也会比较舒服 好 所以站的位置 一定要记得如果揉对侧 与床延平齐 如果同侧你感觉 还是有一点压迫感 那就怎么样 稍微退后 从这里退到这里 那顶多也是这个距离 而也不要退到这样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 以我的高度应该是这样 那矮的 就不需要退到那么后面 也是随个人去调整 如果站姿站对了 我们开始揉的时候 第一个右手扶着 那从上背部开始揉下来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拿出来 我们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下 好 就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里的位置 一般有时候会稍微超过90度 是被允许的 反正不能直直的 直直的很难揉 一定有一点斜斜的 往前斜斜的 这样的角度就容易揉了 好 再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塌胸 塌胸就是这样 不要这样 也不要塌腰 塌腰是这样 这个都不要 就是一定要稍微胸要拱起来 那要收小腹 好 就变成这样的形体 那这个角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稍微大于90度是被允许的 好 我们开始揉 好 我们按推的方式也是这样 前后 按推也是前后 好 这一手按推完 换另外一手 所以如果角度过大 它大于这样 这样也不行 这样很吃力 同样它这样直直的也比较难揉 何况有些人这样拗过来 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正确的 一定是稍微斜斜的出来 稍微大于90度 好 那这样是最舒服的位置 站好位置之后 那我们工具拿好 第一个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一手扶着 放下来 那这里要稍微大于90度 然后这样看下来我整个身体移过来之后 这里对过来因为稍微大于90度 是在下巴也不对到胸 好 那这样的角度就可以揉了 好 不一定要到胸 不一定要到胸 胸这样就变成很直 不好揉 所以还是有一点出来 那这个对下巴就可以了 那我们站姿站好之后 掌心向下 那以手肘的工具 直接按到我们要的点 从上背部开始揉 那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时候这里会稍微大于90度 从上看下来 这里对着是下巴 而没有对到胸 但是从正面看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肘会对胸 如果你这样是错的 肘对肩是错的 那一定身体 还整个身体都要移过来 这移过来之后 这里肘就会对胸 从正面看是肘对胸 但是从上面看下去 这时候的肘 是对着下巴 下巴下面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按了 有些患者不能趴着 他只能坐着或侧躺 侧躺的时候 一般最常用 当然也有手肘 还是可以顶进去 所以最最不得已才让他做 一般要不如果他能够侧躺 我们也比较好做 虽然没有趴着 那我们还是可以比较顶进去 我们还是一样手肘为主 然后身体往前顶进去 身体一定要蹲下来 这样才能够垂直的顶进去 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你绝对不要这样 这样就没力了 身体蹲下来 然后顶进去 这样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补救 出去的时候 你也可能没有整集床 那也是这样 在床沿的旁边 你就可以这样顶进去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可以顶进去 好 另外还可以 这个躺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前头法 比如我做给大家看 这时候前头法也可以用 那这时候 你看前头法 它的应用面不大 我认为只有在像 侧躺 还有患者做的时候 才会用到前头 因为它面积大 比食指还面积大 然后刚好顶在脊椎旁 这样一次就可以 做的面积就这么大 所以也比较方便 所以它是这样 这里一定要动上下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时候用手肘 有时候又用前头呢 因为你单一个方向 你会做得很累 然后有时候它已经 会侧躺又不能趴着表示 它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 这时候 你可能要用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不要用单一的姿势 所以才要变化 那这时候我最常用的 就是这两个 还有前头法 当然偶尔我还是会用 顽骨啦 这个也因为它 这个很方便 顽骨任何一个动作 好像都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这时候它患者坐姿 原则上 你当然还是可以用 以手肘为主啦 因为背部实在其他的工具 要按推到深层不容易 那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患者已经很稀 先用顽骨尝试 顽骨就是贴着 然后就可以 那另外才有常用的前头 前头法握前不要这样奔紧的握 一定是稍微握有虚虚虚的 它是软软的 那也不是松松垮垮的 这个松 它是介于松跟硬之间 有一点软软 也就是我们说的握虚前 不是实前 实前就是好像要打前头 跟人家打架这样 但是这里是只要稍微握住 有一个形式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力道就可以很松松软的 把它按出来 我这样握着 然后手这样放 好 那直接顶进去 然后就开始 顶进去 有没有 还是要动喔 如果不动它错误是这样按 这个就不动 这个你很容易受伤 患者也不舒服 所以它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能按出来 那因为前头法对一个坐姿 你必须起码要用两种手法去变化 绝对不要用单一 因为单一非常累 因为它会坐着给你按推 有时候你一按推 时间也要长 那你单一的手法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示范的 顽骨 再来前头法 那我们再来就是主要的手肘 手肘就是这样 上面这三点这样上下 照我们原来的 这因为坐姿这样蛮好按推的 接下来它一定就是 你要取一个自己的姿势 然后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身体一定是靠过去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硬邦邦的要把它按推 因为那是没用的 身体靠过去 然后也是很软的 你看大家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按推了 所以这样你也不会累 患者也没有压迫感 尤其到了他不能趴的话 他最怕压痛感 最怕蛮力 那所以一定要靠身体的力量点进去 好 那越到下面 你可能就要蹲得越低了 所以它的力量不好出 甚至到下面的时候 甚至你也可以变得这样 因为实在不好按推 那你只好自己去变化 这个都被允许 要不然你这样很难按推 这样没有力 反而把它张开来 尤其越到下面的时候 好 这个都被允许的 也就是坐姿你不得不变化 但你所有的变化 都是为了让你怎么样 好操作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是站姿的各种手法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在临床上 患者他不能趴 你就是必须要 用各种手法的变化 只要你能够应用得到 站姿也学得好 其实到各种场合 你应该都会 很快就会变化出来 这些手法都不难 基本功 站姿的基本功 一定要先学好 对于重病患者 最最重要就是要有耐心 手法虽然会了 你常常按推太大力 他也受不了 那你太轻又不能解症 你就要由轻而重 慢慢按推 比如先比较轻的力道 按推个整条脊椎 按推个两三回之后 他也慢慢适应 你再来稍微力道加大一点点 看他能否承受 可以再来两三回 到最后他觉得也适应了 你再慢慢可以把手肘的力量靠身体 把它顶得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他也能接受 这样患者就能达到解症 一般我们很多地方的志工 常常做不到位 他们按得太快速度快 又太大力 患者一开始就不能接受 这样操作者你要按推时间久 要由轻而重 那个都流于空谈 很多人就是按推个二三十分钟 以为就可以了 有些重病患者要按推 一个小时以上 像我最近处理一个重病患者 他那个脚背痛 脚背痛到睡不着觉 这种脚背痛已经困扰他好几个月 人又虚 这时候怎么来解决他的症状 就很棘手 这几天我再按推的他的脚排 最后找出来 原来就是内怀一小段 足以影响到他整个足背随时都在酸 那你按完轻轻按他就很痛 按完没有多久他又奔回来 几乎二十四小时困扰的 他随时随地都要人家去按他 加上身体虚你太大力 又会消耗热的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也是只好花两个多小时 不断的在他内怀油轻 先开始让他慢慢适应 再来拇指指护按完 开始又用食指法 食指法力量有时候太大 他也又不能接受 这时候我又会换亡骨法 亡骨法 我们亡骨的有一块骨头 小小的骨头靠尾指 小指 小指直接对到亡骨 那里有一个小骨头 直接就顶在那个踝骨旁边 身体稍微靠下去 轻松地帮他按 这样来回 油浅入深 我几乎花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以上 我保守估计一定有两个小时 就按那一小段 中医才帮他困扰的这些症状 才让他可以缓解 那那一天晚上他就有办法睡着 你看如果你用一般的手法 想用一个脚踝而已 一分钟就可以解决 你按按看 你太大力他又受不了 又会消耗他的热能 很可能按到最后就命了 你又要轻又要节症 我认为有时候已经不是手法 而是已经你要怎么懂得 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内 达到油浅入深 有耐心的 哪怕只有一个点 你有耐心的慢慢把它按 这样他才能解证 同样有患者他也是很重病 重病的你手法力道太大 他也受不了 我就遇过这样的重病患者 他躺下来就晕了 他躺下来就晕 头稍微一摆动就晕了 那你怎么处理 身体又虚 这时候我也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趴 头稍微动 他就不舒服 只能仰躺 这时候我也是把我们的手法 尽量变化 用前头法顶在他整骨下沿 伸进去 他是仰躺伸进去 用前头法很柔软的 帮他按推舒缓 还有颈椎 我都是用前头法 到了耳后 我就慢慢握虚前 开始轻轻的顶进去 他还能接受 按完他比较能接受力量大 我就再顶深一点点 才慢慢伸透进去 一天按差不多我算一算 也是有两个小时 为了解决他的头晕 尤其重病患者 他头晕他说 只要坐起来就 头一晃就晕 何况也不能坐起来 不能坐起来 他整天就只能躺在床上 已经都严重到这种程度 你这时候 我也有怎么样 有耐心 甚至还要组一个团队 你操作很累的时候 还有人能够接手 轮流帮他按 大家会有一个疑惑 重病患者人已经虚到 热能都快耗尽了 命已经到命危了 能够按一整天吗 按好几个小时吗 其实大家不要怀疑 事实上你这样按 慢慢游浅入深 按久了他不但能解症 而且他热了圆 温敷的同时 也可以吸收的更好 这是我在临床上 很早就发现 比如说我太太之前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的按推也是24小时 热夜请四个干物按摩 但我们的力道都很轻 但反而你不按他更需要 按推就看有没有耐心 你不要用蛮力 一蛮力一出手 很可能对患者就是伤害 这个患者我也印象深刻 光他的头部 我差不多就按了一个礼拜 也是慢慢游浅入深 慢慢帮他解症 现在他不但能够坐起来 也能够站起来 走路一段他也不会很晕了 这样花了也差不多有十天以上 才慢慢达到 从他命为又头晕 这样把他做到能够站起来 我衷心的提醒大家 学原始点的手法 你即便学得会 你对患者的态度 还有耐心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绝对救不了病了 谈到这个手法 我最近也是感触蛮深 我的视频都已经有了 最近有一个患者 他有病情也算是 你说严重嘛 我认为当然是严重 他就是吃不下 也会有吐血 吃东西吃多就会吐血 胃都会胀胀 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啊 我之前处理这些重病 都已经都快挂掉 有一些像 脖子都不能转 然后一直口干舌燥 饮不解渴 我也是慢慢 帮他头部按推个二三十分钟 慢慢他口干舌燥就会分泌 后翼出来 头慢慢再帮他舒缓 他才能够就是灵活一点 如果要急救 这个一次是不是够 一天是不够 他一定要不断来回 当一个团队要真正救人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几组人 这样轮流 遇到众已经面临命危 随时都有可能挂掉的人 一定要相当有耐心 做延迟点的如果少掉这样 那一个人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 或是几分钟 我一天只能帮你按推一次或两次 假设这样 我告诉各位 这个叫商业化 这个不叫救人 他根本也没有办法做到救人 现在外面很多原始点的公益点 也慢慢开始商业化 这是我引以为忧的 我觉得到最后譬如说 重病患者你按推不好 他们也担心出问题 考虑法律的问题 会不会死掉的问题 诸如这些他们想法很多 甚至会鼓励患者 哎呀那你这么严重 要不要去医院打点滴调频疏疑这一类 大家知道 中病患者已经命危了 热人也严重不足了 第一个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帮他解证 就是制度出了问题 即便你手法再好 也能解证 也懂得涂姜本 你帮他一天做个一次两次 涂个一次大不了 就以为没事了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如果不行了 你赶快去打书瓶去医院 不要在我地方出事就可以 我告诉各位 这样救不了中病患者 这样原始点的招牌 总有一天会垮掉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这些公益点如果 不能在患者很危急的时候 全力以赴 以照顾自己家人那种心情来照顾他 到最后这些公益点 在我的看法 离原始点的精神 就会越来越远 他们不但不能救助患者 甚至 也因为他们的一些制度 考虑太多 把患者推到更危险 热人已经不足了 你在打书瓶钓椅 肯定会更难 所以原始点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 将来我也一直在思考 不一定手法说很厉害才能解释 就不一定 观念更重要 第一点 如果原始点将来有患者 不要先考虑说 你们原始点哪里有公益点赶紧去 你要问问啊 这个公益点 愿不愿意 站在你的立场 全力以赴 你都快挂了 他们可以轮流派人 真的 一直照顾到 把你危急的情况解除了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用心 如果没有 即便他们说 他们手法有多好怎么样 你都千万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 最好我认为 这些点都不应该去 去了 你最后 可能也不会有 有很好的被 照顾好 我希望说 听这一段视频的人 你一定要了解 原始点是自救 既然自救 你就不要先想到 我得了病 一定要赶紧找谁来救 不应该是这样 而是 好 我看看视频 按推应该怎么样 涂姜本林应该怎么样 涂 那家人 自己 自己家人在做自家人 既然是亲人 他一定会很用心的 比公益点的这些志工 都还要用心 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用心看视频 即便你按推手法 不怎么样 你可以 用 刚刚涂姜本林的方式 中病患者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 你就多按几次 如果胃肠有问题的 涂姜本林还不够的时候 姜汤灌肠啊 这个都姜灌肠是直接就可以把热源进去 这些都很简单 大家一定还要注意一点 姜的品质很重要 我也是很多患者跟我们反应 用了原始点基金会的姜 还有其他的姜 两者比较起来 确实品质差也很大 有时候影响效果也是蛮大 最近我也是在处理一个重病患者 他用的姜 在台湾他用的姜 就是一般种植出来 现在基金会的姜都是有机姜 两个喝的口感就不一样 热的程度 温热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当一旦患者改过 患者就觉得蛮舒服 大家在观看我的影片 记得原始点是自救脂肪 我不鼓励大家一生病 就一定要往公益点去 我不鼓励的 尤其见过到很多 已经危急的重病去 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这是我的感受 重病患者 如果你也蛮危急的时候 更不要慌张 如果心已经真的也束手无策 那你要自救 你就先看看我的视频 如果真的不懂 可以打电话到基金会 来寻求 比如说将来我如果说 我们的各公益点比较杰出的 学的比较好的 组成一个团队 大家在视频中可以视讯 立即视讯 教导你怎么样来图江本林 影片也给你看 自己学 视讯的时候 你图的有什么不好 我们再指证 为什么哪里痛不能解证 我们有经验的 志工再来指导你 由你们自己家人自己来 亲自来帮忙 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样反而去往外去追求 公益点来帮忙 我认为会更好 当患者有心想用原始点 家人又愿意帮忙的情况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找基金会来问 询问基金会 以后我会尽可能 不推荐到公益点 尽可能就是看看 先看视频 你们自己操作 有什么不对 再跟你们讲 应该要怎么操作 或许这样也可以解决 比较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最近也听到 看到公益点做的也不一定是很好 而且他们讲出来的话 很多的观念 跟我书本的观念 根本不一致 他们又 又是公益点怎么办 我现在 这些公益点我也管不到 尤其国外的我更管不到 我现在的感受是 他们做什么 竟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只知道 有些患者去了某个地方 他们就能够照顾 比如说 有些东北 我曾经提的吉林的地方 他们就做得很好 其他的地方 我把重病患者交给他们 结果 根本没有办法解证 能力都不足啊 像类似这样 我以后还敢推荐吗 我以后也是考虑 以后尽可能 如果没有把握 我是不想再推荐给公益点 反而不如看视频 患者你们自己好好学 可能会比较好 这是我有感而发啦 对未来也许新的一年嘛 我想利用这个影片大家多看 大家也学会了 不但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家人 这样还比较妥当 不要一得病了 就一直想往公益点 想寻求看看哪里能帮助你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把你的操作方法 为什么不能解证 拍成影片 不要用口头问啊 为什么我按堆没有 那你讲得那么抽象 我想帮助你也没办法 你嘛 把拍成影片送给基金会 给基金会看 我们就会分析你影片中 整个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甚至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当面视讯 你怎么操作 我们来当面解说 你应该在哪一个点 应该要加强 这样或许 对所有的患者 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我也是这么思考了 最近一直在思考的 新的一年如何来照顾大家 让大家的心也安 自己学了这一套 学自救 才有能力再来救人 好我就把我的感受 讲出来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也可以提供给我 好今天实作所法 我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实作教学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答疑部分 张医师答疑 提问1 我学习原始点已有12年 长期重复听理论 按理分析与手法课 深沉学习 运用在家人身上 而今 我一个人独居 前阵子时程用按摩垫 加热按推 枕骨 颈部至臀部 上一年 上一年 因为疫情期间 发烧 我全身无力 非常酸痛 利用自己的按摩垫 放在床上躺平 开启加热自动按摩模式 按推枕骨 颈部至臀部 自己则无力的睡在按摩垫上 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就翻身睡到温敷床上 疼痛时 一直重复强行睡上 按摩垫上 再次进行按摩筋 为了避免按到骨头 我用两腿 垫高臀部 一来间接式按推 慢慢习惯按推 给自己的巨大疼痛 直至慢慢的接受 整个臀部平放在 按摩垫上 自此就不会再为独居而烦恼 生命时假装无人照顾 请问这样可以吗 请老师回答 这个志工他这样自己帮自己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最好的方法 其实生病了 懂原始点的人 他已经了解 怎么样来保护身体 既然自己都知道 他以前又可以帮助别人 那现在有了问题 当然我们说的 所有疾病 皆因几伤及热能不足 那几伤你按不到 可以利用工具 这样的工具 像他这些按摩电台 这些按摩的他又能发热 跟我们的引力都一致啊 方向只要对 他的病情一定可以改善 我也不排斥如果独居的人 有一些按摩的地方 可以按到我们的原始点 你都可以拿来用 我们基金会也有一些志工自己制作了 像按摩棒之类的 他是用乳胶做的 就没有那个木头硬邦邦的 又有一点弹性 再按头部原始点 我就觉得可以按到很深深 效果也不错 甚至我也在考虑 如果有简单的按摩器 你就按在头部 他就可以帮你反紧 这个可以啊 方法只要对 你借助自己一个人嘛 借助工具 这个是有必要的 如果是基金会的团队 那就更方便了 互做就可以解决 他这样自己做 又懂得臀部原始点在哪里 在按摩店上 他应该要怎么摆什么姿势 来得到照顾 哇这个就最好了 这样有病自己就可以解决 这一个患者应该不是在问我 是在分享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跟我刚刚的感慨也是 不谋而合 我觉得生病了 不要再去想去跑去公益点 或是去哪里 就是你懂 那你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那如果有家人 你也可以叫家人 怎么样来帮你涂姜本 类似这样 你独居之后 自己找自己 自己的方法 好那这一个患者 也不算答顾啦 我认为他的方式 应该算是来跟我分享 那我也非常赞同他的作法 就这样 至公答疑 分享 提问1 1 我们按照张医师的按推教学视频 按推 更正了以前错误的按推方法 最近 我们看了1月16日的直播 2 请问 按照正确的方法按推 是否是需要将肿瘤按推到破裂 使里面的液体流出 才能痊愈呢 2 经期患者时不时就会打饱格 饭没吃太饱 请问是否与按推有关 还是跟肿瘤有关 还是出现的新症状 温哥华团队答复 1 从原始点医学的观念来看 癌肿瘤 其实是一种异常形态 跟白发和面疚一样 都是生命中 摔老败坏过程自然产生的现象 因此 如果透过按推原始痛点 进一步充内外热源 体力变好了 身体的失调状态改善了 就是走在对的方向 正确的按推目的是解开体伤 至于经按推 温敷后 癌肿瘤破皮流出液体 是身体修复过程中的其中一种现象 是反映原始点正确处理方法的成效 而且肿瘤是不能按推的 我们是找出其周围的痛点 来按推解症 并非需要按破肿瘤 才能痊愈 所以重点是 从阴着眼 改善体伤及症能不足 不必费太多心力去看过肿瘤的大小变化 二 常用打嗝 处于症的功能紊乱 显示身体功能失调的状态 可以是塌处或换处体伤引起 只要找出体伤位置 也就是 从脊椎两旁向阴的原始点 找出原始痛点 依照正确手法 认真细心的按推 即补充热能 问题自能解决 不用妄疑裹身裹 症状 引起症状 来判断 请老师补充说明 温哥华的回答 我觉得非常正确 而且回答得非常的好 你看如果有这样的提问 或是患者来问 我们的团队有这样的实力 把这样正确的答案 传播出去 那患者只要照这样做 或学习者只要懂得很重要 好 那我们来分析 这一个读者他的提问 他看到1月16号 我们志工有在按推患素的肿瘤 流出很多血液 这里大家看到局部 我很怕为什么会下架 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他读者误会 一定要这样处理 第一个 你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要处理癌肿瘤 先要了解这一点 那我们温哥华已经提出了 肿瘤就是一个异常形态 只是他长在外面 这些硬结肿块肿瘤也好 他在修复过程中太大 他总要找一个出口 把里面的组织液或血液流出来 如此而已 那流出来他才会消啊 要不然他一直肿胀在那里啊 按推患素一定是在大开关处理后 才能处理患素 这个我特别要强调 你要按推大开关之前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诊断与治疗讲的 先研判疾病的轻重 你一定要有整体观 而不是看到肿瘤 就一直想肿瘤的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这样 原始点 第一个一定要研判疾病的轻重 如果这个人体力非常的好 即便你怎么按推都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以按推为主嘛 热源为主 他体力好得不得了 那你这时候就以解症为主 就把大开关还有他 除了肿瘤以外 身体有什么的症 先解决 再来解决症 温敷完之后 你肿瘤它没有消 我们再来肿瘤的周围 找压迫点 这些动作一定要先做完了 你要先研判疾病的轻重 万一我刚刚讲的是轻重症 万一是重病呢 患者已经比如脸色苍白了 体力也不好了 走路也行动此坊无力了 虽然他有肿瘤 你应该是按推为主还是热源为主 这时候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而不是强调要怎么处理他的肿瘤 处理肿瘤 只是在我们诊疗的基础上 把热源补充够了 他体力够了 有打好基础之后 你才能处理啊 要不然你处理他 很可能消耗更多的热源 让病人陷于危险中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你一定要先清楚 变疾病的轻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是重病 你更不应该按推换处 他如果身体很虚 是不是要涂浆粉 身体要不要温敷 这个才是重点 原始点处理重病是 先以保命为主 解除症状为次 这个我不断的强调 如果没有这个整体观 你去处理肿瘤 很可能不但不能解决肿瘤的问题 甚至还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这也是我刚刚看他把这个肿瘤按推 什么要破裂 变成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我很担心 已经忽略了原始点的整个 整疗体系 好如果是重病 我们正确他又有肿瘤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讲以热源为主 如果他真的已经体力很虚 涂浆粉泥啊 背部涂浆粉泥啊 还有红豆袋温敷啊 让他感觉舒服 还要补充热源啊 补充的这些基本功都做完了 他有什么体伤的部分 大开关一定要按 按完之后 他肿瘤还脏 我们再局部的找他的压痛点 压痛点也不能按很久 要看他能否承受 我们书本上不断的强调 所有的按推或外内热源 都以患者能承受 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如果患者不能忍受 你能不能继续按 不可以的 如果你太热了 患者受不了 你能不能继续温敷 不可以的 这些都要有这样先 这样很正确的概念 按推完大开关之后 再来处理小开关 肿瘤的部分 为什么要按推周围 先按推周围把患处的压痛点找出来 这些压痛点很可能就是他要抱的地方 就是要找一个出口让他流出来 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流出很多 如果是轻重症你流多一点 他体力好都不得了 应该还没问题 如果重病你流多了 患者身体马上很虚 变虚哦甚至很疲惫哦 甚至如果过量还可能危及生命 这些都是大家在做的时候 不要看到单独的一个 然后就忽略了原始点的整个诊疗体系 如果忽略了常常会因小失大 现患者疑危急中 我这里特别补充 温格法他们回答得非常非常正确 肿瘤只不过是一个异常形态 本来就不是一个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生命 他到底是重病还是轻重症 如果重病我们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 按推又以大开关为主 才来处理这个小开关 是一步一步来的 不能好像孤略了前面几项 直接跳到患处 就把肿瘤这样大力的按到破裂 流出来 流完了 可能你把它的血液也让它流光了 我看患者也往生了 这是不对的 特别提醒大家在提出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有整体观 一定要把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 首读才可以 也很感谢温哥华的回答非常正确 大家这个问题就请参考温哥华的回答 这样就可以 我的补充只是很有感受 如果处理不当真的会出问题 好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提问二 我住在日本 有人患血栓症 吸以下小腿肚子 我想用原始点 助他处理 可以吗 如何处理 请赐教 感谢 温哥华团队答复 血栓症是西方医学诊断给予的病名 与疾病本身无关 原始点医学说明是呈现症状才为疾病 然后从症推因 体伤及症能不足 再根据患者的症状范围部位 发生平缓与否 以及体力的虚弱 作为参考分析疾病的轻重 再决定按推 与温肤的主腹先后 以按推解决体伤 以内味热源添补热能不足 提高病者自愈能力 帮助病者身体机能回复正常运作 所以 再处理 您有人膝下小腿肚子的血栓问题 先的观察 你朋友有何症状 并提供相关资料 方能准确回答你的体问 故现阶端不能与具体处理方法 建议阁下上网研习 张昭汉原始点医学 增进对原始点的认识 既可助己 也可帮助亲友 请老师补充说明 对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刚刚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有关的 它一定要有整体观 到底这个患者 他现在的体力怎么样 他是属重病还是轻重症 这些都应该要传一个影片 让我们很直觉的就可以观察出来 这个患者应该是 现在是什么状况 而不是一直说 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症状 如果他体力不错 只是轻重症 当然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如果是以重病热炎为主 按推为辅 这个先釐清之后 解决症状 我说过了 一定要以大开关为主 先按完大开关 再来处理小开关 至于小腿肚的大开关 当然就是上背部 腿的部分 跟臀部原始点有关的 可以 这些都可以先考虑 其他的我就不补充了 就像温哥华的资料 一定要详细 这样回答才会完整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三 请教两个问题 一 自己种植的生姜 需要三蒸三晒 或九蒸九晒 这样对姜热性会改变吗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 除了按推头部原始点 头部 头顶周围 还需要按推吗 女性头发比较长 姜粉按推按不到头皮 有什么好办法 平时患者喝水 用姜加生干草 一起煲水喝 应该没有问题吧 本人对原始点略有了解 如果提问 又不对 请海涵 温哥华团队答复 一 自己种植生姜 最好能以有机方式种植 一般来说 有机种植的生姜 不需要经过多次蒸晒处理 只需把生姜切片后 放在阴凉地方晾干 或直接用阳光晒干都可以 目的是去除水分 也方便储存 在现代城市生活的人 若不方便晾晒 可用电风干机 或电烤箱 代替这个程序 此外 还可以像炒茶叶那样 把干姜片 放在低温的铁锅中 慢炒 约25分钟左右 以增加热性 参考影片 二 精神分裂症 是西医诊断的病名 按照原始点医学 病因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对质的方法 是通过按推原始点 打开相应的开关 同时补充热能 帮助身体自我疗愈 按推头部原始点 耳后即整骨下咽后 需同时持续温敷 若想用姜粉加强效果 在耳后原始点 应无障碍 而在整骨下咽原始点 则可剥开头发 竹点在发根间的头皮 涂抹姜粉按推 再一步抛裹起来 之后用红豆袋或其他方法 如吹风机或暖暖包等 温服 但若希望达到更加效果 最好还是把头发剃短 香汤补充内热源 患者应该病情轻重决定浓度 若发作便宜及时间长 而位置又在头部 便迎喝浓酱糖 香情及分量 参见手册 假如患者完全不能接受太辣的醇酱糖 加入少量的甘草 以作权益之用 但不建议长期吃用 若患者初期不习惯 可考虑加红参或白参 此外 患者需要改善生活方式 坚持每天运动 充分休息 吃温热食物 避免含量饮食 更不要喝酒 以及管好自己的情绪 请参考以下案例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一次温哥华对题目的掌握 都很切忠要点 回答的都非常完整 我很赞叹 这个问题再回答的很好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补充了 谢谢温哥华团队的回答 提问4 后学今年45岁 近几日又变牙疼 今晚忽然发现 右上边的智齿松动了 咬合疼痛 请教张仪师 但是 除了按推 温敷 寒身片 怎样让它快点自然脱落 温哥华团队答复 根据原始点的理论 所有疾病 所有疾病都因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从你描述的症状 你右上方的智齿松 咬合时有疼痛 疼痛属症的不适感 多属踏出体伤所致 痛处是在头部原始点 而你又没有体力虚弱 疾病 疼痛是指一步范围小 痛处是在头部 而你又没有体力虚弱 极数轻重重 当以按推为主 热圆为辅 因此 首先按推头部原始点和延伸点 去找痛点解症 如果按痛点时 有舒缓 就说明不是由致齿本身所产生 若按推精准到位 疼痛减少 就继续按推 随后温敷 若按推他处无效 即属换出体上 可在换处周围 即在牙床 沿牙骨边 用食指法或大拇指按推找痛点 按推完后可温敷 您说除了按推和温敷 但没有说清楚在哪个部位 希望是在上面所说的位置吧 您提到按伸片 其作用是加强热源 也可考虑用姜汤漱口 姜粉擦牙 如发生疼痛 立即按推头部原始点 并于按推后直接温敷 每天加强牙齿清洁及保健 可参考2021年5月9日 张医师线上直播提问 即答疑第十题 有关牙痛 致齿囊腫的问题 张医师也分享他如何处理牙痛 牙肿问题 建议大家用冲牙机 去全面彻底清洁牙齿 冲洗藏在牙缝污垢 用冲牙机后 他松的牙齿两年多 仍在 肿痛也消除 请参考YouTube 致齿案例 患者提到致齿 在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掉下来的 不痛 没有流血 只要有体力 体内不需要的东西 都会自然排出 不要用太多人为干预 请放松心情 不用心急 求致齿脱落 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及伤害 相信体力足够热源后 致齿会自然脱落 致齿案例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回答也是蛮完整的 我觉得温科华 他们对问题 确实都很认真在回答 而且又回答得很好 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就这样吧 这个题目 提问五 间锥痛 包括间锥 原始点本身痛 按哪里呢 感恩老师 温哥华团队答复 根据手册中 原始点位置 及其涵盖范围 示意图 若痛在间锥范围 一般需按推 间锥原始点 但你说明 你的痛处是 包括间锥原始点本身 如果疼痛处 未经按压 已感觉痛的话 是代表疾病位置 非置顶开关 故不可按推 建议往上找痛点 即按推 下背部原始点 若疼痛减少 则表明 找到相应的开关 请参考张医师 线上课程 2022年1月2日 约50分那段 有关 足够神经痛的视频 其中患者臀部痛 张医师 更确切及仔细分辨痛处 在臀部 以间锥 最上点划分 上下两部分 若痛处在上半部 可在下背部原始点脊椎 两旁最下两点 按推解决 接下来请老师补充说明 上次我有提到臀部痛 臀部痛 这个臀部就是以间锥来分上下两部分 上面的 比如 咖骨以下的臀部到间锥以上的 这一部分的臀部是以下背部 如果臀部在下面的就以间锥为主来解决 现在这个患者是间锥在痛 如果间锥在痛往上涨 间锥在往上涨 如果他臀部没有痛 是痛在间锥中间这里 往上涨 可以考虑臀部上面这一二点 或是下背部的下面这一两点 刚刚温哥华回答的下背部加强 看看如果再解不了症 还有臀部的前面这一两点 再解暗暗看 以这样为主 反正就是间锥痛属于患处 患处是不能按的 间锥在上面 臀部原始点的前一二点 还有下背部 往这一方面去寻找 应该会找到压痛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好 也谢谢各位 再见